据法新社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4月30号从马尼拉启程前往美国 将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白宫方面强调 美国总统拜登 将在与马克思的会晤时 重申美对非防务承诺 法新社称 马克思在临行前表示 此次访美对确保国家利益 加强两国盟友关系至关重要 非美双方将重申维持盟友关系 对亚太地区局势发展的作用 此外 马克思还希望推动两国间 能有更为广泛的经济联系 路透社援引美政府官员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5月1号将在白宫 与到访的马克思举行会谈 预计双方将达成广泛的商业合作协议 并讨论进一步增强军事领域合作 该官员表示 美国与菲律宾关系超越安全范畴 美方不会低估菲律宾的战略意义 此外 作为促进两国商业关系举措的一部分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率领代表团访问菲律宾 今年以来 菲律宾与美国持续走近 2月初 非方同意向美新增开放 多处军事基地使用权限 4月 菲律宾和美国军方 启动规模最大的一次 肩并肩联合军演 舆论认为 美国持续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实质是拉拢相关国家搞集团政治制造地区对抗 其背后隐藏的是美方的霸权图谋 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与促合作谋共赢的国际大势背道而驰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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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